大家好 这里是拒绝念参数的774托马斯 那我做键盘up主已经有一年多了 随着拍摄的视频数量越来越多 我对自己的视频要求也越来越高了 那在展示键盘的时候 就一定需要用到一些动态的镜头 我不知道别人的这两只手是怎样的 但是我的手是特别容易抖的 拍出来的镜头就几乎没办法用 那我第一个想到的解决办法 就是用GoPro去录视频 那2000多块钱的GoPro9买来就是吃灰 那GoPro的防抖能力确实是非常的厉害 但是它就只是一个运动相机而已 系统卡顿 传输麻烦 只要光线条件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 成像的效果就远远不如手机 那我在后面换了iPhone 12 Pro Max 苹果自称有防抖 但是正如大家所见的一样 刚才的手抖视频其实就是用iPhone 12 Pro Max拍的 那在9月份的时候大疆发布了 OM5手机稳定器 我就想要买一个试试 那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到底是买OM4 SE还是买OM5呢 OM5相比于OM4 SE来说 增加了一个拍摄指导功能 还有21.5厘米的延长感 智能跟随到了4.0版 重量下降了整整100克 折叠后的体积也变小了很多 但是OM4 SE只要599元 OM5就要999元了 那因为我从来都没有用过各种各样的手机稳定器 我在选购的时候我会更在意 它能否帮助我拍摄视频 很多评测UP组都在重点推荐这个拍摄指导功能 那里面提供了很多的拍摄场景 你就照着做就好了 那在选择场景的时候会进行一些必要的提示 比如说你要拍较低视角的风景 你要倒着拿稳定器效果比较好 你要拍你走路时候经过的样子 你要架好三九架 你要自拍的时候会帮你切换前置镜头 你要拍摄你的女友的时候 稳定器就会让摇杆的左右调整 变成顺时针或者逆时针旋转 有的干脆就真的只是个教学 告诉你这个场景你要拍 还有的干脆连稳定器你都不需要 有个手机你就能拍了 拍摄完成之后会帮你把这些影片串起来 加个短场就能够出片了 可是我就觉得非常的不得劲 很明显的这是一个纯软件上的功能 为啥它就成了OM5上独占的功能呢 如果你愿意在B站搜 你当然能够收到一大堆的运镜视频的教学 你都已经花了999元去买它了 难道其中拍摄指导所展示的拍摄技巧 你就学不会吗 充其量只是这个APP的教学体验比别人要好一点 那OM5比OM4SE还要贵400块钱 那你认为这其中独占的摄影指导功能占多少钱呢 另外一个是我个人的纯主观的感受 就是其中推荐的场景对于小白用户照着拍会显得非常的作主 要学会轮回贯通 比如说在野餐的过程当中你要弹个吉他 你在拖家带口出去玩的时候 大家要拍走路的姿势 还有走路走一半就要把手机放马路上 在那边跳起舞来 经过刚才专业的舞蹈老师的表演 大家不难发现 专业的人看不上 非专业的人又觉得特别的尬 我特别希望的是OM5能够利用其机械结构 做出一些我们平时不那么方便做的东西 比如说延长感能够匀速的伸缩 镜头能够快速180度水平的翻转 这才是我心目当中想要的拍摄指导功能 稳定器稳定器 那最核心的防抖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个人觉得也不尽能意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大疆的宣传片 还有很多UP组的评测 你会发现绝大部分镜头都是在运动 或者我更准确的讲 是在朝一个大致准确的方向持续的运动 一旦你停止了运动 或者是想要拍一个相对静止的画面 该抖还是抖 连官方的宣传视频里面其实都已经告诉了你这一点 其实手机稳定器就是依靠其自身结构防抖的 如果杆子上下震动 它就毫无招架之力 另外手机稳定器对于急转弯的情况也是没有办法 在之前我有拍一个下楼的镜头 我就发现你没有办法很自如的控制它的方向 你转了180度 并不表示它会马上跟着你转180度 那稳定器支持延迟摄影 那这个对我的帮助确实非常的大 利用稳定器自身的特性 你可以设定手机的初始视角 还有结束时候的视角 让它慢慢的拍就好了 但是要注意稳定器的电量问题 我个人建议你如果想要拍出有感觉的延迟摄影的镜头 至少要摆五个小时在那边 但是稳定器的电量就不一定能够支持五个小时了 大概在三个小时之后就要接充电宝了 还有极其少见的情况是我在空调房里会突然说稳定器过热 稳定器就直接停止工作了 还有就是软件层面比较恶心的限制 那比如说在DJI的APP里面 没有连接机器的情况下是不能工作的 比如说我想要拍固定视角 这种纯软件的功能也得必须要连接上稳定器 不然不能用非常的不得劲 因为我没有使用过前代的稳定器 所以我不知道智能跟随到底更新了什么 我就提一个使用上的小小的建议 在使用跟随的情况之下 它只会把你的目标锁定在画面的这中间 你如果希望被锁定的物体能够出现在画面的某一个角落 就要换个目标去锁定 有那么一点点的不方便 希望以后能够通过摇杆 去微调背色物体在画面上的位置 既然说了这么多缺点 那你要问我这个东西以后你还会再用吗 我觉得会 我以上的全部吐槽都是建立在我对它的过分幻想之下的 但是我相信我的这种幻想应该别人也会有吧 如果你平时的拍摄过程当中需要有大幅度的直线的运动 对目标锁定有强烈的需求 那我就觉得你确实应该要入手一个手机稳定器 那至于选择OM4还是OM5取决于你对这个延长感的需求有多么的强烈 比如说你在拍摄低矮物体的时候 使用前置镜头的时候 延长感就非常的有用 并且还要看你是否需要经常携带 那差100克的重量体感还是非常的明显 另外我觉得带这个出门比较适合一个人 或者是非常亲密的情侣 或者是闺蜜或者是好哥们 两个人出去拍摄 那我个人觉得对于记录生活的人来说 把生活中最真实的部分收集起来 在剪辑串联才能够形成珍贵的记忆 而不是一板一眼的在那边表演 拍摄手法永远只是手法而已 和你在一起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我是不喜欢念参数的七七四托马斯 给你一个有人情味的数码评论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